2 嗨 嗨 風水有關係 今天是牛年首陸開工第一年 喔是首陸喔 天啊 沒有容飾耶 真的 我們也不能說空手來嘛 所以我們帶了一點餅乾來給你 我以為太大了吧 我們可以吃一年這樣子 謝謝謝謝 謝謝小餅乾 巧克力很高 謝謝 小餅乾請老師先唱歌啊 小餅乾老師把我們當白痴耶 不用花錢就白痴了 又是 很無聊 有有有有 現場出來了 那今天是雙直播 是不是在 是 在我 在我 人數多少 440 495 495 那這邊人數是 141 好 就 我的身高 哈哈哈哈 很開心 很巧 所以我們也要跟小黑拉 還有林靜的粉絲打一下 大家好 大家好 很開心 風水有關係 今天來到他們新家 對新家 真的很棒 很漂亮 所以替你們感到非常的開心 因為我們大概一年多前 有到他們的舊家去 那時候覺得說 哇他們有點憋屈 憋屈 真的有點憋屈 就是空間太小了 雖然在黃金鑽石地段 但是其實空間有點不太夠 然後沒想到他們越做越好 很認真的改變 就是 就找到這個新家 對 今天我們就來看 欸很讚 老師你講 我們今天的風水的重點是什麼 基本上之前他的家我去過 對 別的那個火錄節目 對 對不對 簡直就是 想奪夢而逃 哈哈哈哈 就好像 好像遇到鬼屋的感覺 對 鬼屋都不愛回家那種 對啊 暗而無光 當然是沒有二臭連連 那你剛剛說這個房子 對 對啊 然後鎖定我們播放的時間 好 注意看就好了 所以你意思是說不先透露 就對了 這風水的話 看起來很整體清潔 方方正正的採訪 好 但是還是安藏很多危機 這前面有看到過的一些 招音的格局 嗯 然後他採取人不留的危機 對 如果近期內不處理的話 將會印證我的預言這樣子 蛤 好可怕 所以一定要好好處理 今天講完他們一定就會處理 對 那小育兒你過分了嗎 欸 感覺你一直在滑手機 我在分享直播 對 對對對 那我們跟大家預告一下 我們這一集會什麼時候播呢 4月18號 這一集 如果要看林靜跟小雅的新家的話 一定要4月18號的時候 鎖定封水有關係 好的 4月18號 大家好來看這一集 那這一集 還是有幾個重點啦 對對對我們主要是講漏財 好像是您搬進來之後 發現很愛買東西是不是 就是發現賺的雖然很多 但是 花的也很快 對花的也很快 你花在哪裡 我主要花錢是花在 嗯 我其實沒有什麼在花錢 但是我最近賺的沒有太多 對啦 真的啦 他比較會賺 你確定你沒有在花錢 對 我沒有什麼在花 你確定火食費 火食費其實真的 他都花在他 對 對 貓狗的火食啦 他甚至一餓到 吃貓的就死掉 欸怎麼會這樣 欸養貓很貴欸 養貓很貴欸 養貓很貴 我跟你講貓吃的是要啊 他可能一個月都要吃掉我 四五千的火食費 哦 然後我大概 我都喜歡吃路邊攤 因為我喜歡吃那種 就是乳肉飯 一餐四五十塊就解決 哦 你貓好小啊 你剛剛貓包好壞送欸 啊 整包熱騰騰的嗎 要四票也吃不下去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對啊 早上被被我們抓包 你真的是火食費花比較兇 對 火食費比較兇 再來就是啊 就是一些資助就是 親朋好友的錢 哦 這也是他很念情啊 就是親朋好友跟他開頭 他也是會幫忙一下 對 那林靜你是花在哪裡 哦 花的嗎 應該問我說什麼沒有在花 哈哈哈哈 什麼沒有在花 人花就請郎享受人對吧 對啦 我其實花滿多東西的耶 而且看你的房間 整理得很乾淨 整件要賣很多 我跟他裝飾的也有很多 因為其實進來的所有 布置的東西是我付的 因為我跟Ella有講好 她去處理可能 舊房子那邊的後續的問題 維修啊 布圓 然後我就幫忙 新家的一些布置這樣 所以這些蝦具啊 小東西啊 蓮子 就是都是你 對 因為之前呢 舊家事實在被我不知的太糟糕了 所以她這個新家 她一定要來主持大喜 對 我說Ella 你先休息 新家 教練我 就是看不下去了 就是要出手 對 然後就變成要自己多花一點 這樣做 沒有錯 好啦你們兩個也蠻互補的啊 對 真的 感覺很可愛 很好 我看他們感情真的很好 很令人心 而且住在一起是四五年了嘛 對啊 但是六年了完全沒有吵過架 真的假的耶 如果你有爭執的話 都是我們的各自另外一半 會跟對方 嗯 互相比較 互相抵賴 對 他們應該是彼此 那個 人生這種 貴人了啦 對 對啊 應該是說我們捨不得看彼此 被人家脫垮的感覺 是的 對不對 所以就是會講話比較 傷到 對方的另一半啦 對 但是有時候會找到我有點走心 是的 對 但是又覺得說我們幹嘛為了另外一半 然後來影響我們自己的感情 算了嘛 個人造業個人單 對啊 但你也知道啊 因為是好朋友 所以如果看著他有一點被受牽連 你當然會想說 講個真心話讓他可以 剛 對不對 對 不要 走 走 因為我這邊是已經斷了啦 對 你這邊我就也 對 對啦 我斷失聯啦 算了啦 有點堪死啦 堪死啊 對啦 對啦 沒關係啦 沒關係啦 我們在那邊看風水有沒有 好難說 其實分手不是重點 重點是他分得漂亮 對啦 是的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就是風水有關係 牛年第一路 我們讓大家好好來問問題好不好 我們就開放三個問題 讓大家可以 新的一年 如果你真的覺得 你有什麼卡關的 或是欸 家裡風水哪裡怪怪的 一直覺得奶妞的 對 今天有詹老師在為大家好好的解答 我剛剛詹老師今天超級認真 對 就好像你們付了錢給他一樣 對我剛剛在節目 快點睡著了 我們媽 加油加油 好那我們就開放三個 如果你現在馬上看到 家裡有什麼風水上的問題 就開放大家來問問題了 唉唷 那邊 Ella那邊也可以提問 可以嗎 可以嗎 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問 我們三個以後 有再上她FB做生意啊 OK 對啊 做生意 對啊 啊現在我單身了 對都可以問 對啊 那你要不要講一下你的條件 我的條件就是 鄭北峰要放你 就是自己喜歡的花 好 他就遇到好桃花 所以我放到 我放到之後就可以遇到你了 好不好 唉唷 老師有講 我們這一集很重要 就會講 今年牛年 流年桃花 沒錯 牛年的流年 流年桃花 好難喔 牛流牛年 那我插個花 你農曆幾月真的 我農曆十一月 幾月 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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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那太厲害了 怎樣 今年 今年 倒追你的異性很多 異性 他是他很性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沒有啦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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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年 而且這兩年 而且這兩年 還怯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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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欸欸 她就是 她是姐妹嘛對不對 我跟你講 我前兩年 就肯定我已經有感受到 那種 異性在倒追的感覺 喔真的好累喔 她是姐妹嘛 就追她的男性很多啦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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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這麼愛怯 那你就對了啦 為什麼管家講得那麼負面呢 OK啊 好 林靜先選一個 先選一個問題 對 所以我的異性真的是 對 你要猜一點 猜一點 對我是姐妹 對對對 欸那今年你會有很多 對 那你先選一個 問題 跟風水有關係的 喔跟風水 因為 有人 我剛剛問了她有問一題 可是因為我們還沒有去過老家 她說想問林靜現在的房子 風水好 還是阿嬤的老家風水好 因為風水有關係 現在沒有到 我們老家去 但是他們剛剛在內容有講說 如果客廳的那個 客廳椅背後有窗的話 其實不好 老家在哪裡 老家在北港 雲林 然後我後來想想 哇靠我們家客廳有三個窗 所以不管放哪其實都會 都被窗 可是後來相當有一個解決方式 就變成電視要放在窗 然後椅子就 欸 窗子不能封 窗子不能改的話 你就把椅子改變就好了 椅子換方向 對不對 這個東西椅子是火的 窗子是死的 可以挑戰椅子的位置 而且你還講椅子後面 不可以有人走動 哇靠 你們家全部經濟大半 沒有 寸草不留 更沒辦法動 難怪我們家沒什麼客人 當然 下一次再去你們老家拍 我回到原點好不好 很多人不相信這種說法 我在美國演講了四次 看到美國的房子 窗多 窗子很多 很漂亮的房子 確實是 小孩子18歲以後各自東西 再漂亮的房子都擋不住這個 所謂的窗多 破補窗 剩下一對老夫婦 手都在房子 結論是一樣的 對 所以要臨近常常回家 看阿嬤的話 真的要把那個椅子改一下為一個 好好好 第二個就是阿嬤搬過來這邊住 不行啦 阿嬤搬過來 他就沒有好朋友在身邊 對啊 用視訊每天配個手機這樣鄰居 不行啦 不行 他出去走的 他沒有自己的 你選一個真正的風水問題 老師會幫你回答 老師會幫你回答 你選一踢 他有說 每個人說腳踢爐灶是什麼意思 欸 腳踢爐灶啊 他為什麼要踢爐灶呢 他腳是有病嗎 白身今天腳要去踢爐灶 會燙耶 他說 老師 辦公桌的風水 該如何布置 好 辦公桌 如同書桌 也是一個旺財的器具 對 那辦公桌還是脫離不了文昌位跟賺錢的一個考慮 嗯 辦公桌 雖然在一個空間可能辦公室有大有小 對 但是辦公室頭還是脫離不了有門跟有窗 所以辦公桌怎麼擺 一定要記得 不要把他的桌子的椅子的背後有窗有門不行 嗯 辦公桌的周遭不要太接近廁所 嗯 辦公桌本身盡量不要透氣 就下面要有一個我們所說的 遮蔽 遮蔽 辦公桌的桌面 很重要 很重要 保持乾淨 或放一些鈔票 押注 或放一些你喜歡尊敬的人 嗯 學習他的精神 嗯 或是把一些我們說可以旺財的一些 有人不是做乾燥嗎 財車的 放在桌上 都是旺桃花的做法 也有人在辦公桌放文昌筆 跟我們說的水晶洞 或是他自己考試雲跟貴人 方法很多 嗯 基本上辦公桌遠離門 遠離窗子 但又能夠正前方看到窗的門 我真的快被這個笑死了 嗯 那你先講完了齁 嗯 就是那個屬兒說 他女兒屬虎87年次要考國考如何 加強他的考試 然後正方說多讀書啊 哈哈哈哈 好正前 多破盟獎 多讀書啊 超級多讀書啊 哈囉 我妹也是考過試的人 誰不知道多讀書 然後書打開就想睡著了 對啊 那有沒有 那跟生肖有關係嗎 如果要增加考運的話 對啊 這第二題嗎 如果只能打三幾人 這樣啊 這直接不考 那是很貴的 對啊 對啊 高貴不貴 就是讀書分為讀書 並讀書運跟讀書的面向 然後你發現這個人 他真的不適合讀書 他的環境不適合說 他可以學其他的巧義 然後自己在不同的層面去提升 沒錯 使讀書拼讀書並不是不好 但是呢 你所付出的心血跟得到的回報 不代表正比 但是小朋友不讀書 所以不用擔心 他也使讀書運還沒有開 至少你要維持一個重點 在這段時間不要學壞 都含有浪子回頭的機會 嗯 那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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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家讀書自殺 想不開啦 我壓力大啦 我精神錯爛 都是XX的 我覺得 你這一個地方就是要勸媽媽 要懂得放手 然後也不要 不要太糾結在小孩的學業上 因為我算 他有努力就好 如果我算只會讀書 讀書運 對 看到國小 功課 哇好哇好 就到了高中 如果國中路有要打 有的是 小時候有要打 到了國三的時候 高一的時候 發奮屠槍 亂毒亂過 動一個就飛上去的 不是啊 把他的基礎 把他的基礎 把他的基礎先打打穩 也就是說他也許不是明列前茅 但是在中間的情況下 跟基礎的時候 他的讀書運 一起來衝上去 哈佛做一個調查 就是全世界的這些富豪啊 他們都不是以前 拿A的佔得非常少 比例最高的是拿B的 甚至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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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於台灣的真正的富豪 都幾乎沒有留學國外過 嗯 這是有統計的 那如果 像我念 像我 你又不是富豪 像我是念哈佛 像我是念哈佛 我覺得很神經的問題 我沒有去 假設我真的是 我很媽媽 我真的很心急 我說你好好念書專心 有沒有什麼方位 讓女兒在那個方位念書 會比較好 大家 今天是直播 今天直播對不對 不要陷入了八字學的迷思 八字學叫做十二生肖的地支 真正要研究命理拜託你 要以天干紫維朵樹為主 古代的紫維朵樹是帝王之學 農夫農民才學習八字 今天老師你說的很有道理 那你幹嘛一直講八字 它就像星座一樣 跟大家沒有距離 但是你不要想到太準 八字裡頭有天 我們說的四柱嘛對不對 其中一柱就是八字裡面的天 年干 年干月干日干時干 你只看一個年 你月日十個不看 年月日十四個 那他只看一個生肖 那你看年你說俗虎就只有年 那你其他的 其他的月日十個不看 你怎麼可能精準 對 這個就是 媽媽根本不太耳朵 好啦說我媽就是可以 就是聽正幫的 就是對讀書 對讀書 然後媽媽就是 她有努力就好了 不要糾結 對她會在圖書館 對 因為我哥是這樣的 死圍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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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真正的是中國的學學成功 好那小燕那你幫我們選一個 問風水的 有了問風水 打麻將要戴什麼 在身上才會贏錢 對啊這有關嗎 對 戴什麼有差嗎 戴現金 哈哈哈 對 現金帶的越多一定贏 因為你 因為你的續航力比較多 噢你的肚子比較厚 聽說這場麻將大概輸贏是十萬 你大概一百萬 你的續航力很夠 我覺得這個有什麼 有底氣 因為我發現很多人 錢是英雄膽 對 帶一點少少的 然後很怕輸的樣子 他反而會越輸 對不對 你本來沒有很過責 對 我今天輸贏十萬 我有一百萬 先給你們贏十萬 十萬十萬 你們白還有七十萬跟你拚 我大概懂 因為呢你心胸很寬闊嘛 你今天輸多少我都沒在發 就反而你一直衝 就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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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綁起來 門關起來 幹嘛 不要贏得跑掉啊 哈哈哈 懂嗎 就是要上 就要上訴 不是 今天我有一百萬 我跟你 假設 你們贏得十萬十萬 跑掉 那我們就輸光光了 不准走 通通給我坐牢 打到我一百萬 打到我一百萬 輸掉我 對 而且我覺得 因為打麻將是好玩的 是跟自己的朋友玩 對啦 其實輸一點點錢也會開心 但是你的玩法 市面上不是這樣 市面上怎麼玩嗎 玩起來可能會這樣 可能聽說就 就大打出手也不一定 那就先打架就好 幹嘛打麻將 他想打架就直接打啊 有的 有的打不過會這樣子 哦 就沒有排評了 我覺得已經好配合 認識了跟長輩聊天 你就是跟阿嬤這麼親 然後就很狠狠的跟長輩聊天 打麻將這件事情很奇怪 贏錢都要請吃飯 那你們就叫我親 你們去吃飯 我們耗時間耗神 在那邊打麻將 耗兩三個小時也在你 那你也誤會了 你又誤會了 像 小鐘 小鐘 我們在打麻將 小鐘 對 他就是假麻將 認真跟妹聊兩句 哦 可是他人家氣質豐富多好 贏了三千多塊有沒有 通通發還他們 那為什麼 氣度嘛 態度決定你的高度 因為他的重點 不是在打麻將 他就想說 妹陪我聊天打麻將 你一定是很開心的事情 我怎麼好像是在贏他們錢 那幹嘛認真玩 你就一直泡我就好啦 我大概懂了 但是你講說我愛 我放泡給你錢 跟我贏你錢還你 我至少地獄不敗之地 那你說你打每個泡字的時候 都可以聊他們 譬如說發那要說什麼 等一下我剛剛想是打 哦 baby 我喜歡人家聽我 聽你叫我baby 男咧 你只說傻男 啊 真是直播耶 直播啊 I'm sorry 老師你不要放太鬆 不要放這麼鬆 那你不要中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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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會腰到嗎 那你這樣 那你這樣 你說撩妹 會不會中意哦 會不會中意哦 哦 老師有人問說 天斬煞跟壁刀如何區分呢 欸最不錯 壁刀是單向的門 嗯 譬如說這個前面的大樓是一棟而已 嗯 它的邊間正好衝到你 叫做壁刀 對 兩戶大樓在一起 中間的那一道 中間的那一道 中間的鳳 噗 這個天斬煞 那哪個會比較嚴重 都很 當然天斬煞是雙向的受傷 嗯 天斬煞還有風刀 壁刀只是看起來有那個不舒服感 那它的風刀會灌到裡面 可能會灌到上面 可能會灌到後面 哦 欸 欸小艾啦 我給妳面子 哈哈 好啦 我跟時間賽跑欸 老基人超好的 對啊 超大方 你前面回答都沒有什麼 對啊 對啊 好啦 你最不懂欸 今天 今天很多人看直播會睡著 你要稍微講一點五四三的 哦 所以你就是教學 你知道嗎 我覺得他是講佛金耶 好適合啊 他很好聊 可是聊天會讓你睡覺 因為像大家很多風水問題 他們如果真的很想問 你什麼時候開直播幫大家解答 對啊 那我隨時大門為你們開啊 確定嗎 還有就是對你的那個粉絲對不對 對啊 幫他們呼喚以後 我的粉絲都很少 張維中就是愛帥命 拜託加入好不好 關注或追蹤好不好 趕快追蹤 好慘啊 我的過注才一萬 他寫信格說恭喜我過一萬 真的喔 一萬有什麼好恭喜的 我看我自己沒有啦 我看我自己沒有啦 我看不起我自己啦 我看不起我自己啦 那一萬他們也是有多麼的 我懂啦 我懂 都是他們尊重我 那我看不起我自己啊 對 所以台灣兩億 我可以有兩億 可是不能 不能接受只有一萬而已 好啦那你的粉絲就麻煩加一下 加一下嘛 還有我們的MV MV齁 還有禮拜的小月兒 謝謝 先叫個可憐好不好 好 張維中就是愛帥命MV來按讚一下 或者說 然後4月18號 一定要鎖定 小月拉跟林靜的這一集 這是包子的是不是 真的非常的精彩 真的 對很喜歡這集 然後我們中水外星 再次感謝大家的支持 希望牛年 大家一切都順順碎碎 好喝好水好風光 然後大家都開開心心 平平安安的 沒錯 阿大財 每個禮拜天晚上鎖定 風水有關係喔 謝謝你們 掰掰 掰掰 謝謝大家再見 謝謝小月拉 謝謝林靜 謝謝 掰掰 阿摩厲害 好OK